公車到公車專用道上面 準備要離開的時候 就發現眼前的斑馬線 距離客車站整整有6公尺 這麼遠 你知道怎麼走嗎 乍看你知道怎麼走 不曉得 不會 我可能會直接從那邊走過去 不會走 乾脆亂亂走 綠燈亮起 有民眾先是左顧右盼後 不走斑馬線 直接穿越馬路 有人則是不管三騎 二十一先走再說 為北市南京 附近站旁的這座公車站 為了配合三橫三縱 單車入網計畫 這個月初期 市府突銷原來的斑馬線 往東遷移了6公尺 緊鄰單車道 讓下車民眾看了不煞煞 比較危險 怎麼說 因為以前比較窄 然後快點會有斑馬線 對 現在沒有斑馬線走起來 會覺得 會怕怕的 那個斑馬線也很遠 我不是要走過去之後 再走那個方向 也滿危險的 和正常版相比較 本來應該像左邊這樣 緊鄰公車站的斑馬線 市府修正後 為了要遷就單車道 卻反而向外遷移6公尺 留下中間一大片薄油路面 沒有任何標示 讓人無法依循 專家表示 一旦有民眾 因為沒走斑馬線而出事 恐將成為舊責的灰色地帶 市府坦誠疏 公司承諾在17號以前 將斑馬線單車道給移回原位 但這要再花上1萬元的經費 市府事先沒考慮清楚 劃了線才發現規劃失當 前前後後改來改去 不僅危險 最後買單的還是全民老百姓 謝謝新中午燈利 台報道